在吴氏最重要的祭典五港记上 台北驻大阪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洪英杰 以及上千日本民众 和基隆市议员张芳丽、联恩典、陈明健 洪森永、陈宜、郑文庭、张浩瀚、施伟正 张之豪、许瑞慈、陈君佐以及曾宜芳等人 共同见证下 由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伟 和吴氏市议会议长钟田光正两位议长 分别代表双方市议会地结为姐妹会 双方互赠地结姐妹式纪念品 基隆市议会除了寻台湾鼓励 带来喜丙庆祝之外 更特地准备传统新娘婚后归零用的 象征祈福 两市市议会友谊长存 与无市都是拥有天然两岛的城市 也是地理特征 还有观光资源 即为商市的一个城市 期待我们未来两会在推广文化 经济 还有观光各方面 透过彼此的交流 还有合作 共同追求城市的发展 与增进民生福祉的目标 双方缔结为姐妹会 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 不遵循台湾办喜事的古礼 除了带来喜丙庆祝以外 还特别准备了传统的带路基 象征着祈福的意义 期盼两市议会的运作顺利 友谊长存 我们已签订备忘录为契机 期待已经成为姊妹市的 基隆市和吴市的交流 更加繁荣和发展 这也是睽違20年 继日本横冰市议会之后 基隆市议会再增加一个 日本的姐妹会 位在日本广岛县的吴市 大约有23万人口 自古以来就是海军重镇 吴市市议会议长中田光正 特地邀请基隆市议会参访团 一行人到吴市市议会参观 请各位议员就坐 这个要请各位议员就坐 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这里都是电子化 而且把名牌立起来 就可以看得出来出席率 所以表示我们台湾 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 尤其我们基隆 也可以跟我们姊妹市学习 就是它是一个很 非常特别的一个出席的一个方式 那就也不会像签名这样子 他表示自己确实在议员的位置上发表意见 双方市议会在当天晚宴上交流热络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姿卫 特地致赠海坤号浅舰 限量纪念酒 给吴市市议会议长中田光正 中田光正也回赠日本职棒 黄岛鲤鱼队球衣给佟姿卫 我们基隆市议会跟吴市议会 也缔结为姐妹会 我们都是一个天然两岗的城市 也都富有军港 在文化背景上有一定的同质性 也都是山海城 那我想我们今天来到这个 吴市议会参访非常新鲜 他们这个议会只有十年的时间 只建造十年 所以他们在设备上是比较简约 然后新颖的 然后现代风格 他们刚刚特别给我介绍说 那个墙壁是花岗岩 是吴市出产的 他们的这个众议院好像也是 我想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 我想这个民主的机制 大家互相学习 我们也发现他们的这个政府部门 二十几个 比我们多很多 代表他们这个分工更精细 那他们人口数比我们少 副市长也比我们多一位 我们一位他们两位 所以我想 反正在透过这个政府之间的交流 民意机关的交流 我想可以增进我们彼此之间的友谊 那也看看彼此的民主制度如何来执行 那我们也顺便了解一下 比如说他们有很特别的叫做市民部长 市民部长 市民部长呢 就是要反映处理市民的心身 这是一个部长的职务 那大家一定看不懂理事是什么意思 理事就要处理医疗相关的一些问题 医院等等的 所以很多蛮特别的地方 也是一个蛮新奇的 大家彼此有一些交流 那我想希望促进我们双方的经贸往来 文化交流教育 都可以更深化的合作 在两市的友谊也更加的这个长存 基隆市和日本广岛县吴市 2017年缔结为姐妹市 期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交流一度中断 为了深化两市在经贸 观光文化等各方面交流 在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带领下 市议会特地到吴市参访 并且和吴市市议会缔结为姐妹会 希望透过双方市议会共同努力 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为两市居民创造力多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